这个模型大家都用过吧 可图 可能你没用过可图 但是你应该用过可灵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生成这个视频的模型 当然他们都属于快手旗下的这个模型 只不过这个是生图的 这个是生成视频的 可图这个模型的话 应该说质量也是非常棒的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到 那这儿的例子可能不太多 你可以去看一下Github上的一些例子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它在Github上的页面 这里边呢 这个例子就比较多 我们稍等一下 看一下 那么它在生成人物 包括一些这个中国元素的内容 包括它可以生成中文 所以说它的提示词呢 也支持中文 这也是它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那你会发现主打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模型的一个 中文化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其实来说呢 这个模型的生成质量呢 并没有Flex那么好啊 其实差很多 但是呢 由于呢 它在展现中国的元素方面呢 有一些独特的这种优势啊 是别的模型避拟不了的 比方说今天我们展示的这个例子 我要是这样一个古典的一个美女 你会发现 那如果我要是用Flex去做的话呢 这个还是有些问题的啊 嗯 它把一些元素或者中国的这种画面呢 其实表现不了这么棒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可图呢 是可以的 那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舍弃不了这个模型啊 那就是说 我觉得在我们表现一些中国元素的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模型其实是远比其他模型要好很多的 那如果你要在Configwire里边去用它的话 你其实有两个扩展可以选择 第一个呢 是完全采用Diffuser封装的这样一个方式啊 那这个时候你在下载模型的时候就需要将抱抱脸里边的整个的这个目录结构呢 全部下载下来 当然在这个扩展里边你下载 模型呢 它是自动的就是只要你装上这个扩展 然后安装好相应的这个依赖包 嗯 那么所有的模型呢 它会自动下载 当然你需要保证你这个网络的畅通 那么这个结构呢 它这也列出来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的网络不好 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自己把它给下载下来也可以啊 另外呢 它对这个模型的打小呢 也做了一下说明 因为你要注意啊 在这个unite就是主干的网络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FP16 就是16位的 也有32位的 所以说呢 这是这个模型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这是第一个扩展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它对Diffuser的封装 那第二个扩展呢 其实呢 是采用了一个Native的实线啊 就是说使用Confi UI内部的一些机制去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说它在安装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完整的下载这样的一个Diffuser的目录的 那它的安装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包括它把哪个模型放在哪儿啊 都说的非常清楚 那么这儿呢 我们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可图这个模型呢 它是完全基于这个CDXL的架构的啊 所以说呢 只要增加一些补丁 那CDXL里边的一些IP Adapter啊 ControlNet啊 那其实是可以在这上面直接去用的 当然它的效果上可能有一些折扣啊 但是呢 它的确是可用的啊 所以说就是整个可图的生态呢 变得非常的 具有可扩展性 或者有可延展性 那比方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例子里边 你会发现ControlNet的就有两个工作流 第一个呢 就是使用的CDXL的工作流 第二个是它官方的一个ControlNet的工作流 那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不用它官方的ControlNet 那你也可以使用我们传统的这个CDXL的这个工作流 那它这儿最关键呢 就是用到了一个ControlNet的patch啊 就是有一个补丁 因为它底层是SDXL架构嘛 所以说只要加上这个补丁 那你原来的控制器呢 都可以去用啊 这是它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在真正做实验的时候 我选择的是安装这个扩展啊 那你可以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来看 那今天的我们的聚焦呢 是其中的一点就是怎么生成一个比较棒的图像 因为呢 我们不可否认 这个模型在生成人的脸部的时候 其实没那么好 尤其是它被放到Conf UI里边呢 都会有一些问题 那首先呢 你要注意在这里边呢 主要有两套实现这个可图的一个机制啊 第一套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叫V2版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模型加载器啊 它这写了一个V2 这是一个Grip啊 你认为是一个编码器啊 就是文本编码器 这个东西呢 是专门用了一个叫Chat JLM3啊 之所以用它是因为它可以支持这个中文啊 另外你要注意 这就有意思了 它的VE呢 用的就是SDXL的这个VE啊 所以说呢 这个是通用的 那么你注意啊 在这我们用到的编码器呢 也是一个VR版的啊 跟普通的编码器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然后我们经过采样就可以得到一幅图像 这是我们讲这个系列的啊 这让我们强调一下 刚才我们提到的叫SDXL的这个CountryNet 能使用主要是在上一个流程里边可以去用啊 然后下边这个呢 是一个V1版 就是比上面那个更早一个版本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注意啊 这个模型的加载的时候呢 是有两个输出的 一个叫Model 一个叫HID Project 那么这两个呢 主要用在我们的编码器方面 你注意这个编码器也是有两个输入的 跟这个VR版本的一个呢 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采样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说这是两个实现啊 一个是V1版本 一个是V2版本 那你可能想当然的认为 VR版本可能比V1版本要好 其实不是这样啊 我们看生成的这个图像 所有的参数呢 基本上都一样 但是你看这个结果 这是V1版 我们看几个重点吧 首先看这个地方 山峰的这个地方 你注意下边这个 就比较清楚 第二个 人脸的这个地方 也要精细一些啊 第三个 这个 意味飘飘的这个感觉 看这个就飘得很远 那这个到这就没了 第四个 这个松树的这个树枝的展现 大家看一下 这就比较模糊 这就比较清楚 所以说有理由相信啊 这个HID Project呢 它其实呢 是增加了一些高清的元素在里边 那上面这个 其实是舍弃了这些高清的元素啊 其他的这个图上可能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细致啊 主要这几点从人脸呢 背景啊 树枝啊 包括衣服的这个区别这儿 大家也能看到 明显能够感觉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没有必要非使用这个CounterNet 那你尽量的使用下边这个流程来生成这样一个图 那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脸的问题啊 我可以告诉你啊 就是你用这个可图这个模型啊 不管你怎么去放大或修这个脸呢 可能都得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儿还是采用模型融合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怎么办呢 你注意我们先来放大这个图像 但是我放大这个图像的用的就不是可图模型了 而是我们的SDX2模型 大家看一下 我首先把这个图给它放大了两倍 然后再缩小了0.75 其实我就是把它放大了1.5倍 而我现在这儿用到的模型 是我们一个SDXL模型 这个你用其他的都行啊 只要你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SDXL的大模型就行啊 这个提示词一定要和原来保持一致啊 反向提示词对于大模型来讲 其实不太重要 我们简单写两个就行 你注意啊 我这儿用的是一个相同参数的Kissampler 但是我这儿用了Tile的CounterNet 是大模型的CounterNet啊 软缩放呢设得了0.825 也就是说我可能更多的去考虑提示词 然后我的降噪系数是0.75啊 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一张放大的图像 注意这个图像呢 其实呢效果就要好很多了 那你会发现这张图和我们原始的这张图 你去对比一下 我们可以拿过来 大家看一下啊 很多的这个细节我们都保留下来了 但是人脸和人的这个头发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呢你会发现就要漂亮很多 但是这个脸呢的确还是有瑕疵在里边 如果你要是对图片的质量要求不高 到这儿呢就可以结束了 那在这里边有技术点的啊 就是CounterNet的一个应用 其实很简单 就跟你用那个Tile方法去放大图像 一定要用一个Tile的CounterNet 就保证一致性是一样的 那我用Tile的这种方法 其实是来保证目标的图像和原图像呢 要高度的一致 因为我这儿的降噪系数设的比较大 是0.75啊 所以说呢 如果我没有这个CounterNet呢 它可能跟这个原图就要差很多 那下边我们要进行的一个流程 就是进行人脸的修复 进行人脸修复呢 当然你可能想到的就是我用Face Detailer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用常规的Face Detailer去修这个人脸 修出来呢是这个样子 你注意啊 我这儿的降噪系数呢 其实设的并不大 我只设成了0.15 让我进行了循环的两次降噪 但是你生成的这个人脸呢 其实是非常的不自然的 这就是很多人 为什么发现在用这个Face Detailer的时候呢 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啊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发现你这样简单的修复 是不能修复人脸的话 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自己来修一下人脸 因为呢 你要自己用自己的工作流来修这个人脸 就说明你必须要对人脸修复的流程是明白的 要不然你可能做不出这个流程来 那顺便呢 大家也可以熟悉一下 看这个脸到底是怎么修出来的 首先你要注意 我们需要做的是来检测这个人脸 那检测人脸的话呢 我这儿用到的是Face Bounding Box 它是Face Analyze 和Confioi的一个扩展组件里的内容 然后呢 我这儿会用到一个Face Analyze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就是脸部分析的这样一个模型 它这儿有Insight Fence和D Lab 如果你做开发 可能对这两个模型会比较熟 然后我用它其实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呢 就会得到一个人脸的一个框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 就得到了一个人脸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只是对这块进行处理 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所以说呢 我先把人脸给它取出来 所以说它叫Face Bounding Box 就是人脸的这个外边框 但是你要注意 我这儿用了一个Petting Percent 因为如果你单独的去拿这个人脸 可能只有这样一小块 但是我们修图的时候 是需要有上下纹的 所以说呢 上下的像素都要有 所以说呢 其实我这儿给它加0.5 这个框呢 就变得比较大了 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Face Segmentation 来把这个人脸给它光出来 你注意 我这儿将这个Mask 给它整了30个像素 并且加了Blare 其实这套东西呢 你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 比方你用一个人脸检测的模型 也可以得到一个Mask 然后只要有Mask 那我们可以通过Mask Bounding Box 同样可以得到 跟这个Bounding Box 一样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呢 其实我得到了一张图片 然后得到了一个图片上的一个遮罩啊 就是人脸 大概这个部分的一个遮罩 那下边我要做的就很简单了 你注意 我会把这个人脸呢 给它放大 因为呢 如果你要做修复 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像素 那我会根据情况来放大 我这儿用的是一个两倍的放大模型 所以说呢 我会把它先放大 放大完了之后呢 那下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impant 那我会用一个 impant model conditioning 然后将我们的 CounterNet 来作为一个输入啊 这个CounterNet的作用 跟刚才是一样的 是为了保证人脸的这个一致性啊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 这儿我的条件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是一个CounterNet 但是我这儿用的是0.900啊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让人脸和这个和这个圆图呢 一致性会更强一些啊 然后给它接过来 这是一个K Sampler 因为这儿我的降噪呢 同样是0.75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得到这样一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 那这张图片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由于我用的是input的方式嘛 所以说呢 这张图片啊 它只有脸的这个部分 被我修掉了 它周围的这些 其实跟圆图是一样的 也就是当我将这个图片 给它粘回去的时候 那其实呢 它跟圆图融合 应该还是比较棒的啊 然后呢 我们就会通过Resize 把它缩小回去 为什么Resize缩小回去呢 是因为呢 我们把这个Bondiebox 给它放大了啊 为了方便修复 我们放大了 所以说呢 我们会把它再缩小回原来的大小 所以说呢 我会将宽和高给它拿过来 然后给它缩放回去啊 注意缩放回去的时候呢 我们采用的方式 我建议大家用这个啊 效果会好一些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Image Composition Masked 给它沾回去就行了啊 那你注意沾的话呢 我们会将多小的这个图像 这个图像就和Bondiebox一样了啊 那同样我们重点呢 还是要把这个Masked的部分 给它沾回去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相当于 把这个脸的部分呢 给它沾回来了 由于这个脸 我采用了Blair啊 采用了一个局部重绘 所以说呢 沾回来的时候呢 不会有什么违和感 如果你发现有明显的界限的话 那就说明 你这个降噪 是不是设得太大了啊 我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这用了CounterNet 那如果你发现 实在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再一次做采样 把它重新的再过一遍 就是再重新的采样一遍 把那个降噪系数设得非常小 也就会得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效果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重点的流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边呢 其实我们用到的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大图 生成的一个流程啊 首先生成一个图 然后放大 这个放大的话呢 我们就切了模型了 因为那个可图在Compify里边 这个表现质量实在是太差 然后给大家演示了啊 就是说普通的FaceDetailer 它展现的效果不好 所以说呢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Detailer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个呢 流程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可能觉得它非常简单啊 但是我们做一些基本的这个出图的流程里边 会经常用的 大家呢 也可以自己去试着爱一下啊 因为会涉及到很多的知识点和细节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 不爱的人 我们就说了 我们就说了 我们就说了